國防創新小組大揭秘 台美合作無人機跟反制系統 去中化的浪潮下 台灣能不能夠逆轉戰局 捍衛台海防線呢 透過自殺性的無人機 去尋找到敵方的目標 攻擊對方 它底下可以攜帶一顆 包含像RPG的彈頭 而且攜帶重量相當重的彈藥 比它自身重量都還要重的都有可能 你如何能夠讓這些系統 整合到他們的無人機上 這個時候你就會成為整個國際 供應鏈中非常重要 而且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中華民國到目前來講 我們的國軍在無人機的運用 防禦等等 大概都還是屬於 這個右右班的這個階段 這真的不是我誇張的說 當然我們看到陸軍 有運用到這種少量的這個戰場 監測的這樣一個無人機 那海軍 當然其實它已經有這個 無人機在艦上服役了 那但是相對來說 它的航程跟數量 以及監控能力來講 也還是算是還蠻 單純跟簡單的 那空軍當然它未來要接收 來自於美方的四架 MQ-9B任務為主的這個無人機之外 空軍本身他們也有在 跟中科院在做一系列的測評 就看要不要採用這個中科院 所自製的這樣一個無人機 這個情況下 我們的這個軍事創新小組 跟美軍DIU這個合作 我相信是向美方學習的多了 為什麼 因為美方他們在這種DIU 然後透過這種無人機 對戰場未來的破壞 其實已經有相當多的這樣一個概念 以及這種作為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俄烏衛衝突裡面 烏克蘭大量的這個使用無人機 我相信也是來自於就是美方 對烏克蘭軍隊的這樣一個建議 因為以在現在這個戰場上來講 你能夠透過自殺性的無人機 去尋找到敵方的目標 或甚至尋找到敵方的這個作戰單位 用一個小小的相對低價的 這種自殺式無人機 攻擊對方 然後造成對方的這個人員的這個死亡 或損傷或裝備的上市的話 其實對於這個作戰來講 有點像是小投資大收穫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相信未來美方的這個DIU 這個合作創新小組 會給我方非常多建議 因為其實很誠實的說 台灣方面在硬體製造上來說 的確有還蠻不錯的成績 但是其實今天整個無人機的 這個體系的建立 它是很重要就是有包含硬體軟體 那硬體的部分 台灣其實在硬體製作上來說 在國際上來講並不弱 我們包含像無人機的機體的 這個設計製造等等 當然現在台灣主要是要希望 能夠生產更多不同用途的 這個無人機 包含我們看到這種偵查無人機 偵打一體的這種無人機 或者是劍強無人機 或者是類似像能夠具備 自殺攻擊能力的無人機等等 都是未來我們需要去生產跟研發 重要的這樣一個方向 未來趨勢呢 其實像無人機的反制 它其實可以說是相等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從俄乌戰場上 這些生還士兵的這個現身說法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一件事 現代戰場上的這種 所謂的自殺無人機 它其實都非常的小聲 也就是它聲音並不大 而且呢它非常小 大概差不多了不起 這樣一個我手臂這麼大的 一個自殺無人器 然後它呢 底下可以攜帶一顆 包含像RPG的彈頭 或是一個簡單的這樣的炸藥 或是像這個40的這個槍榴彈 或是比40槍榴彈更大的 這種8E破炮這種炮彈 特別是像這種具備垂直起降 短場起飛的這種自殺性無人機 它的特色通常是用這種 所謂的多軸無人的飛行器 可能是四個軸或六個軸 或是它兩個軸之間 會相對的反向旋轉 能夠讓它快速的起飛 而且膝蓋重量相當重的彈藥 比它自身重量都還要重的 都有可能 然後呢在前線進行巡弋 那我們稱這種為 自殺的這種彈藥 在戰場上巡弋的這個過程中 遊蕩的這個過程中 看到了偵測到了敵方的這個兵力 因為像這種自殺性的無人機 其實它都還裝有這種所謂的 IO或ER 也就是電子可見光 或者是紅外線熱影像的 這樣一個偵測 跟分辨的這樣一個設備 因為你要有這種EOIR 它才能夠把影像獲取後 透過後端的這種所謂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這個辨識平台 去辨識 或者是由後方控制端的人員 去確定 這個是不是真的你要攻擊的目標 因為在戰場上如果有時候 大家彼此之間的聯繫 並不是那麼直接方便的話 你有可能搞不好以為是敵人的部隊 結果搞不好是自己的友軍 那你把他炸下去了 不就是誤傷隊友了嗎 那你就成了這個戰場上的豬隊友 這種事情盡量不要發生 所以呢這個時候 其實後方有一個辨識的人員 做一些基本的 或是最重要的這個辨識 他到底是敵是有 這個還是非常需要的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像以我們的這個無人機來說 他這樣飛在空中找到 然後自殺 神風這樣一般的衝下去以後 但是其實他的聲音小 而且他來的時候 往往可能離你已經很近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無人機的這個反制系統 更為重要 也就是說 如何讓你的部隊 能夠在前線 在戰場上移動的時候 能夠不要被這些無人機威脅 或甚至於攻擊 這個是成為現代戰爭中 保護幾方部隊 可以說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為什麼這麼講 也就是說 當你要能夠保護你的部隊 讓你的部隊 在地面進行作戰行動之中 不要擔心遭到這種 所謂的自殺式無人機的攻擊 才能夠讓你的部隊 發揮既有戰力 那現在這種無人機的這種干擾呢 我們之前呢 台灣的前線的大二膽 被大陸的一般的無人機的玩家 弄了一個小的這個無人機 就飛到這個大二膽 島嶼的守軍前面 大二膽的這個守軍還看到他 拿石頭丟他 但對不起丟不到 那但怎麼辦呢 其實像軍方也說 我們現在買了無人槍 供給了這些前線部隊 但對不起 還是被人家達成成功 因為無人機的這種干擾槍 它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相對來說 無人機小 而且它的行動很慢 所以它其實往往很容易 被這種所謂的防空系統 當成假目標號 假訊號給濾掉 所以那如何能夠提高 無人機在戰場上的辨證率 其實就已經很值得 我們的中科院努力了 也就是說中科院 你要去研發 這種類似像蜂眼的這種雷達 而且甚至要能夠讓它 更普及到這個前線 能夠及時監控 來自於敵方的 這樣一個空中活動 你這個時候 其實也可以透過 類似像電子軟殺的方式 就是知道它的控制頻率 去把它這個控制頻率 利用電子作戰中 燒穿或蓋台的 這樣的方式 讓它的這個控制電波失效 讓敵方的這個 控制的這個無人機 就在失控的情況下 掉到這個地上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 中科院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軍方現在買的這種 所謂的無人機干擾槍 它就是一個類似像 槍型的無線電的干擾設備 但是重點是 你要看到人家來 看到人家來 你給它照下去 才有用 如果萬一人家來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講 無人機的觀測 也就是透過類似像 風眼雷達 這種小型的X波段雷達 如何能夠抓到 敵方的無人機來 或者甚至於如果你是用 未來的這種 30公里煉炮 煉炮本身 它可以發射 這種可編射程的這個炮彈 也就是我測定到了 這個無人機距離我多遠 它飛了多久 可能飛到多遠 我這個炮彈發射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無人機周邊爆炸 因為其實你要這種 一發炮彈 直接打到無人機 把它完整的命中 把它擊落 這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如果說 今天你在它附近爆炸 然後你的這個炮彈的彈片 飛得四散的時候 把它的這個重要的 控制元件 飛行器中其中一個動力軸 打壞了 那對不起它馬上就像 一塊石頭掉下去 這個其實是我們 未來真正需要 努力的方向 那像譬如說我們台灣的 這個無人機技術合作 跟美方合作 那如何才能夠融入 供應鏈障礙有哪些 其實很現實的說 因為我們台灣 畢竟不是這種 所謂的航空工業 或軍工大國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整個 產業鏈中 需要去尋找 我們台灣的定位 不見得是要整機 自己做 而你需要試圖 就要找看看 你有沒有辦法 能夠例如像在這個 無人機 這個電動馬達 或者是 除電的 離電池設備 或者是控制元件 或者是 AI辨識系統 你如何能夠 讓這些系統 變成說國際 在台灣能夠 最便宜的採購 也就是美方的 這種供應鏈 在台灣能夠 最便宜的獲得 然後整合到他們的 無人機上 那這個時候 你就成了整個 國際供應鏈中 非常重要 而且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為其實台灣 有時候往往就是會想說 我們今天做什麼 為了要展示我們 國造能力 要能夠整機來做 其實我覺得大可不必 反而你如果能夠掌握 這種關鍵的 零組件的製作技術 讓你成為 在整個 國際無人機的供應鏈中 成為缺 你不可的 這樣的角色的話 即便可能是一個 控制元件 即便只是一個 AI的辨識系統 即便只是一個 Io或 Ir 也就是可見光 紅外線的這樣一個 感測 測定頭 這個其實都會 讓你成為整個 無人機產業中 不可或缺的一塊 不見得一定要能夠 把整機做出來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硬體的製造之外 另外 軟體這種 城市的編寫人員 也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台灣來說 我們現在缺的 可能是軟體工程師 因為像 你這個軟體 要能夠運作 你可能要寫相當多的 這個行數的指令 才能夠讓他去做 各種複雜的這個事情 那一般而言 國際認證的 軍用的城市設計師 一天他大概能夠寫 15行左右的這樣一個指令 那但是其實 你像現在的這種 無人機的操作 或應用可能往往 需要數千 甚至數萬行的 這樣一個指令 才能夠去對他 進行這樣一個操控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也需要 不僅僅是硬體 能夠找出 在國際中的 讓國際供應鏈 不可或缺的產品之外 也要注意到 軟體工程師的培養 因為軟體工程師 才能讓你這個東西 能夠動作 能夠有任何的功能發揮 它其實取決於 這種所謂的軟體工程師 那當然 在去中化的浪潮 我們在晶片技術上 如何增強防衛優勢 因為台灣其實很重要 是世界目前晶圓代工業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當然晶圓代工業 也並不代表 你有這種所謂的 研發的優勢 而在於就是說 當你生產製造的時候 能夠在這整個製程裡面 能夠達到良率最高 因為這個良率提高 才能夠降低你的成本 同樣的也讓你 能夠生產的晶片 能夠發揮到 最大化的這樣的效益 不然你說 你生產一大片這個晶圓 雖然說你號稱 有2奈米3奈米 製程的這個技術 但是如果你良率太低 結果會變成 你花了一大堆錢 來做這個晶片 到最後只有幾片能用 那也不行 其實今天台灣的晶圓代工業 在這個國際市場上的良率 是永目共睹的 相對來說我們的晶片 可以提高我們的防衛優勢 這個部分我反倒 就沒有那麼擔心了 當然在無人機的數量 龐大的未來各軍種 我們台灣該如何能夠 調整編裝跟訓練 現在軍方很多單位 也都重視了這種 所謂的無人機的這個編裝 包含像陸戰隊 海軍 他們其實現在都有 採用像當時軍方 所生產的小型的無人機 那另外像中科院生產的 這種劍翔自殺式的這個無人機 反輻射其實也是一種自殺 但是它在反輻射自殺攻擊前 它能夠先偵測到 敵方的不友善的 這樣一個防空系統 這種這個電波 所以它整個系統裡面 是包含偵測 跟自殺攻擊兩個部分 它有專業的這個 偵測無人機 也有專門負責自殺的 這個自殺無人機 是兩個是分開來的 那另外它其實 也可以非常輕易的 改成這種長航時 大概六個小時 飛行能力的遊蕩彈藥 也可以對敵方 構成一個非常大的 這樣一個殺傷 那當然 我們的台海防衛作戰 這個無人機作戰的 這個準則的這個制定 其實對我們來說 也非常重要 我們既然是防衛 守勢作戰為主 在什麼樣的時機 運用到我們的無人機 應對到我們的 防衛戰略裡面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 也就是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應對什麼樣的敵人 我們用到什麼樣的無人機 海軍目前來說 已經動用到無人機 甚至於在艦上 進行這個海上的這樣一個偵察 長時間的這樣一個監控 那陸軍其實也有類似的 這種監控的這種 甚至於它是直升機形式的 這樣一個無人機 可以跟著部隊移動 然後呢迅速的施放 在空中進行偵察 為好陸軍 進行這種所謂的火力協調 或通訊蹤跡 他都可以做到 那空軍的話 當然未來 他是要接受 比較相對來說 比較高端的這種無人機 美方會提供我們的MQ-9B 我們就可以利用 MQ-9B在海上 進行長航時的這個空中巡弋任務 因為像以MQ-9B來講 他可能具備 接近20多個小時的這個滯空能力 讓他能夠在海峽上空 長期的這樣一個飛行的話 那對於我方的這個 對岸的這樣一個監控呢 其實可以提供到非常好的 這樣一個即時監控的這個 效益跟能力 那當然無人機的技術進步 如何改變我們軍隊的 戰術戰法跟指揮結構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要透過 跟這個有盟國家的 信息的這個交換 例如說呢 如何能夠透過 跟美方獲得 在烏克蘭戰場上 現在烏軍運用好 這種無人機作戰的 實際的這個經驗 跟好這種戰力 作為我方 在無人機運用上來講 非常重要一個參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對於無人機作戰 我們的軍方其實 嚴格來說 真的嚴格來說 還在起步階段 你如果說今天縱觀 整個無人機作戰這個歷史 以色列是最早的 1980年代的 加利利和平行動 他們就用了無人機 在這個黎巴嫩 南部的這個行動中 進行 當然其實在整體 運用到無人機的偵查 更早 在越戰時期 美軍就用這個火蜂無人機 進行偵查 到了21世界 美國因為反恐戰爭的關係 大量使用的 這種戰場長航石 最早的是 掠食者無人機 到後面這個 復仇者無人機 基本上都提供了 戰場上長航石 甚至於到後面 都具備了所謂的 偵查跟打擊 這種真打一體的 這樣一個能力 其實很誠實的說 我們台灣 在這整個世界 大潮流之中 我們並沒有趕上 那我們必須要 趁著現在 有限的時間 或是壓力很大的 這樣的狀況 能夠最快的 吸取世界各國 在無人機的運用 跟作戰上 它擁有的各種的優勢 跟各種的經驗 然後來改善 我們台灣自己本身 運用無人機的 這樣的經驗 跟能力 在未來 如果真正 當海鵬防衛作戰爆發 我們需要用到我們的 無人機的時候 才不會變成一片空白 或者邊打邊學 請注意 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沒有時間 邊打邊學 我們現在 一定要能夠 很快速的 把別人的經驗 化為自己的經驗 在戰場上 快速的上手 讓我們的野戰部隊 或是野戰防空系統 加勞這種 對無人機的 這樣的征搜 跟反制能力 更好深入到 每一個前線部隊 才有可能 為我們的地面作戰的階段 我們的地面部隊 提供更好的 無人機防護 以及無人機壓制 甚至於應用無人機反制 對方的這樣的作戰 也要請螢幕前的 各位觀眾朋友 為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 最重要還要抖內 我們的iSmart 實效委的軍武大官 為了要能夠更大的服務 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在LINE社群裡面 也成立了一個 iSmart 實效委的軍武大官 你加入我們這個群組以後 就可以得到 軍事的第一手的資訊分析 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 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